我们两个当时恋爱的时候 因为他那个时候也刚刚离婚 就等于他也没有 就是一无所有的那种样子 你能想象到一个男人 很落魄的那种感觉 在一起之后 很快因为我就怀孕了 他也挺偏爱脑的 我爱你 我就是什么什么 后来我很排斥 你也别跟我说我爱你 你也别给我整这些洋词 别给我整这些没有用的 整的这个假大 就是又空 我就觉得没有用 银行卡 有多少钱 一年能赚多少钱 我们养孩子要什么什么样 我们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你再跟我谈爱 然后我要告诉你 我这个人脾气不是很好 你现在看到了我 我是那样的 而且我没他有钱 其实 我没他有钱 由于我很主动 所有都是我主动问他的 我刚怀孕到两三个月 我就按耐不住了 可能一个月吧 我就逼问 我说你有多少钱 你要告诉我 结果有没有告诉我 告诉我 然后就哭着 就去找我婆婆说 把放在这儿的钱拿回来 我要交给我 我老婆怀孕了 那他也是很难得 他还挺纯粹 我看你不知道他有多少钱 我不知道 就是我们俩是这样 我从 我当时 只知道他没钱 是的 我是从西安到上海之后 我一进家门 一进他家门 他就把那个银行卡交给我了 然后我们俩就都把银行卡 放在那个出门的一个小盒子里面 两个人的卡都在那儿 就是谁需要 谁就去花就好了 有什么需要就拿 你卡里有钱吗 你就给人家门行卡 其实为了置换人家那张卡 因为我银行卡里面真的没有什么钱 就是基本上是 好像几千块钱 我记得 我所有东西给你了 就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的未来的日子 我一直是向往是会美好的 是好的 我会赚更多的钱 物质上的需求 都可以满足它 所以二十几岁的时候 就不断地给自己造成这样的压力 我不是那样的人 就是不是你一味地付出 你就觉得我付出了 对 是的 我刚才就一下想到 昨天车上苏苏就说 说这种 其实这种 你们这种男人的这种东西 其实是给我们很大的压力的 我反倒没有觉得 男人一定要建立什么信念感 就是我反而觉得男的 总会给自己一个 外加的一个责任感 就是我必须要撑起一个什么 这个责任感 你们是有时候是不自知的 就背负着他了 女性就会 还是会有一点压力 我有点说不太清楚这个东西 二哥也这样跟我讲过 就像他这样 那天我们俩已经吵了一架了 我说我挺着个大肚子 你考虑过我的家人吗 你不跟我求婚